哈哈哈哈 您俩过来一下 今天今天店里要选店长 待会老板要亲自过来挑选 您两个好好表现 哎 美女 你帮我介绍一下这件衣服吧 我还挺喜欢的 介绍什么呀 介绍 这一件衣服都挂着在的吗 你找着眼睛不会自己看的 哎 美女 你想看点什么呀 我来为你介绍一下吧 我看你们家的衣服都挺漂亮的 只不过我现在都150多斤了 这个肚子也大 腿也特别粗 要不你帮我推荐一下 适合我的显瘦一点的吧 150斤算什么 我们家衣服都能穿了200斤了 要不这样吧 你进来 我给你挑选一下 其实您挺漂亮的呢 只不过这个裙子不太适合您的身型 您看您肚子大 不能穿装紧身的 有点太夸张了 嗯 这样吧 我们家新到的这款法式连衣裙你可以去试一下 它是光叫AZ版的 特别能遮肚子呢 真的可以吗 我看这个裙子这么小一点点 没关系啦 它是大班的 而且有弹力呢 您先去试 不合适了我再给您换 那好 嗯 时间在里面 美女 迟马合适吗 合适 哎呀 我说小乔啊 你对这个人服务他怎么那么好干什么 来者都是客啊 还啥客啊 有钱人我就承他为客 被钱我就想赶他出去 这话怎么说的 咱们做服务的 好好招待就行了 我看你那个呀 一点经验都没有 还好好招待 别怪我没提醒你 美女 您换好了 这样穿真是的您 真漂亮的 还是你推荐的不错 这个裙子呀 我很满意 没想到弹力这么大 穿起来不会勒 面料还冰冰凉凉的 夏天穿不会闷热呢 主要是这大肚子啊 也有得救了 这个版型呀 好多胖的没 都特别喜欢 特别能照客观嘴素 而且 这个很便宜的才109 既然您这么喜欢 我帮您去打包啊 哎 回来 不用了 其实啊 我就是这家店的老板娘 老板娘 抱歉 我没有生出来啊您 没事 今天我过来其实就是为了考核一下店里的情况的 不是要选店长吗 今天呀 我算是了解清楚了 不过呀 你的态度没让我失望 以后你就是这家店的店长了 谢谢老板娘 我会好好干的 那行 你先去忙吧 好 喂 马经理 我们店里面是不是有一个瘦瘦小小的女孩子呀 对 就是她 明天不用来了 开了吧 谢谢 开吧